我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一个 不是很起眼的一个男孩 那个时候用美国方式量是无耻 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230磅了 然后同学这些方面也会有歧视 因为孩子是挺残忍的 其实孩子 你只要看《Lord of the Flies》 你就知道了 我很喜欢那本书 那本书讲出孩子的真相 谁说童年这么 我们经常说 你说如果人是动物 那就是小孩就是野兽了 其实所以这些东西 在你成长过程中留下来的痕迹 是几乎是你一生中都脱离不了的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困扰了挺多年的是吗 其实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但是这个在所有这么多人 说你这么帅气的情况下 你那个终于小时候那种胖胖 那种记忆还是会出来困扰你吗 倒不会 可是问题是什么 是我会觉得 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我还是同样一个人呢 我在前几年 我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我有足够的资源 我就累积了一张专辑 那张专辑我就定了名字是人 Human 对 然后为了这张专辑 我就拍了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X光 就是带头部肩膀 因为我就是要强调什么 就是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其实肤色 长相 甚至于性别 我们里面看的都 你分不清的 分不清的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 这个外表又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你像梦露那样的一个 他就成为爱康 或者说你看到丘吉尔在抽那个雪茄的时候 那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 就这种外表 没错 无比之重要 这个image image很重要 对 他是超越所表象的一个东西的 他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定义 更深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是 可是呢 他也只是我们人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不是说在否决外表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 还有我不否决我的外表对于我的娱乐的这个整个事业这么多年的帮助 可是我不能把重点放在那儿 我们应该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我们的思维到底在做什么事 当然我现在也就是一个糟老头在发牢骚了 因为真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变化嘛 你知道 我的价值观肯定不是不复合 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对 但我的感觉是好像这个image这件事想变得 就是 你想大陆人民穿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灰衣服蓝衣服 突然看到一个费翔同学 穿了一个那样的衣服出来 就震惊了 这个image 是这样的 对 可是它不能成为我的一切 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外表跟我也没啥关系 我长什么样是我的功劳吗 也是你的功劳 天天要只喝咖啡 我这些年是真的得功劳了 最觉得是尽管我是一个特别胖 然后又不是特别那么受欢迎的一个 可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演很多的话剧 在话剧里面呢我都是演主角 一下解释了你对舞台为什么喜欢了 是不是 我就发觉那个舞台上我反而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生活进行报复 对对 所以尽管我是在加州 可是史丹佛的那个泡沫 还是蛮保守的 我发觉我讨厌所有医学的所需要学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没有感觉 然后我一直以来的那个目标突然要打很多问号了 我就说真的我特别不开心我想要转戏剧戏 所以那段时间实际上你也是一个自我寻找自我发现的一个过程 就开始做自己的自己的选择嘛对自己的决定了 我发现就反正你就是从蛋糕到泡沫 我们一个泡沫一个泡沫 然后就到了娱乐圈的一个泡沫里去 其实因为因为我可以老实说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然没有人会认得 只有你会认得 然后你会理解我说的话 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那就是黄埔江嘛对 而且你想你父亲那代正好受罗斯福影响那代啊 是是 你看了你看了 这些交流其实我应该趁着他活着的时候 我应该更多的 可是你知道吗 人年轻的时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 对 他们要让你回去是吗 好那你回去休息 我们北京见呗 好好的 拜拜 嗨 哎怎么在放阿伯才好 对啊 先喝杯咖啡吧 最爱的阿伯谢谢 哎 北京怎么搞的怎么热死了 先歇会儿 好的 听听听听音 你知道这样昨天前两天我一直在听 因为好多年没听安娜了 嗯 然后我就听安娜我就一下就入迷了 那很可爱的一个嗯 就是一个小故事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那个时代的那种纯真 因为我最早学的是戏剧吗 所以我尽管我再唱一首歌 我也是把它做成一个短片的一个剧情 这是脑子是有画面的这个画面 我每一次唱我就会有 嗯 可是我去了美国回来之后这首歌我再也没唱过 因为时代的感觉都变了 时代感觉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好意思唱了 因为我已经我已经我已经太年纪太大了 你们唱这首歌 但是不是再过再过十年又会想回来啊 永远不永远回不到安娜 OK 就是肯定回不去的 那一把火的画面是什么 一把火的画面就是一个 其实我不应该把它定的那么死 因为每一个观众听这个歌都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不把我的画面说出来 强加给他们 对我不要我不想要任何人听到这首歌 想肺翔唱这首歌是 No 我要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画面 嗯 那比如说要演周王 我就到这看了 他最初提议的时候 propose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他第一次跟我打电话给我 肺老师我有个剧本在这里 我想给你看看 我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让我看 我就看完了整个剧本 我就想天哪 这个周王这个角色太好了 嗯 我又不敢跟导演开口 这个问题很很要命 嗯 我不想让他必须得拒绝我 嗯 他不让我演我完全会理解 嗯 然后他说你有兴趣参与吗 因为我说他就说我们可能这个工作时期会长 然后 然后我说没问题 我说我说导演你你你你让我演什么都行 随叫随到 嗯 然后他说我想让你演咒王 这个时候我就不客气了 嗯 我就说那导演呢 你知道吗 我说这个季州城 嗯 第一场戏 苏户就不认他儿子了吗 嗯 原本剧本是我就当场就把苏全校就杀了 嗯 然后所有的质子在马上看着 我就跟导演说如果你你让我演我会觉得这场戏 你应该改成我跟他说你要做我最勇敢的儿子 嗯 他懂得他必须做什么 嗯 然后他自己下手 这样子更恐怖 嗯 更能一下子体现出来这个咒王的魅力 嗯 还有他对于这些质子们的控制 嗯 有多强 我故意的 这个时候我一定把这个赶紧说 要不然这个机会就跑了 对 然后导演一听了 他说嗯 我后来到了青岛 他就把剧本发过来说 这是我们最新的那个现在戏呢 改了 我就得到一种信息就是什么 沃尔山他是 他的做法是开放 很开放 嗯 他的性格的什么部分让你觉得特别过瘾 就是你挺挺希望有那样东西的 我觉得他最过瘾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没有顾虑 嗯 他没有任何顾虑 我其实一般都是比较保守 因为人总要有退路了 我不能那么 就他对后果是不敏感的某种意义 他根本不管任何人 连他身边最最亲的人 所谓亲的人 嗯 这种人有没有心里属于亲的人 还真的要打个问号 嗯 这不一定是我的性格 可是我能够理解 嗯 我还看回了劳伦萨利佛的 嗯 理查三世 嗯 我也看了 Ian McKellen的理查三世 嗯 我也看了麦克白 几个不同的版本 黑泽民的电影 黑泽民 嗯 对 乱 乱 嗯 还有鹦鹉者 嗯 我都我都看 就是在找那种感觉 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 嗯 还有怎么样的去去表现这个欲望 嗯 然后跟着他一起活了一段时间 好像我知道他已经全部存在荧幕上了 嗯 所以我这是最关键的 他永远永远 嗯 在荧幕上了 现在能永恒的事情 太少了 嗯 太少太少了 嗯 做王这种人 他们是对权力的那种欲望 你觉得你自己内心的最强的欲望 是对什么的欲望 吃 我是很很想吃 撑着为了那个死红盘 我都不能吃 我就 我我第一脑子想到就是吃 我是这是我的职业 我如果不做这个了 我绝对是个河马 你北京会想起最想吃什么呀 饺子 对不起啊 这个stupid 说得很stupid 赵王也这样 可以不顾后果 想起什么事 可是我明明知道 我这个年龄 多吃一口就有后果了 第二天往上就是 哇他怎么这么肥呀 我不希望人家在看 我在风神第一部的演出的时候 同时在吃瓜的时候 是那种 怎么俗的词你怎么学得还这么快呀 对不起啊 新词都知道 我也天天在那里刷 对啊 我也不是 我也是对这些也有兴趣 我也有好奇感 可是我不一定得参与呀 你说你身上你自己想吗 你身上那boy是那种东西 是怎么一直保持住的 这个这个老早就已经没了 有啊 我就跟你接触这两次端端 我觉得你始终有啊 就那种还是有调皮的小孩子 那个劲 可能就是这些方面 我会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成熟吧 我接触的人特别少 我的经纪人 我的助理 他们都跟着我二十多年的人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变得非常不内向 然后我并不觉得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是 导引了娱乐界的一切 我就必须得服从他的规矩 所有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我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微博 然后呢 他们会直接在那上面跟我说话 然后我就会觉得 那已经有好像有两个月没更播了 那我必须得跟他们说 我还没死了 那个老头还在 放心 所以我就报道一下 他们就放心了 OK 还有还有一点 其实我不知道 我其实 对不起 我要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 你自己认为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还是一个外向的人 你自己 其实偏内向一点 虽然你的工作是需要你 对 我通过好奇来 有时候好奇 他就会 会忘记你的害羞啊 对对对 绝对是 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 对不起 收费 因为我特别深的感触这些年 就是将社交媒体这么强势的一个氛围 你如果本身是一个外向的那种人 那就是社交媒体是你的天堂 可是本性内向的孩子 你被强制性的 必须得玩这个游戏 因为你如果不玩他 你怎么活啊 现在 连我这个年龄 我都有这种压力 那我想问你 就是你认为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一个 阶段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人是非常的 adaptive 那往前推40年 很多外向的孩子 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 他也要很听话 那个时代 他们反而是受压抑 但人永远都是有他 很自由的 他有自由的意志 即使这个表面上 这样的游戏规则 这个social norm 但他总是会发展出一些别的方式 他在这里面是一个自由的 是安全的 其实很多小孩子 看手机很多的 很多是很内向的呀 因为他不想跟别人接触 他就面对那个时间 是一个私人空间 人总是会找到一个方法 更适合他自己的 我自己觉得 我连微博都没有 你逼我 就是有点抵触 对 其实我们俩这点可能有点像 我还是喜欢过去那种方式 人和人的 而且是那种 一对一的这种交流 那你 也适合住英国 我觉得 我很喜欢伦敦 我喜欢伦敦 有甚于纽约 那你就会特别理解我 这方面 听起来是个和解的故事 你这样说 我其实也接受 我觉得你说的对 人会找到他自己的方法 所以 可能我们在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吧 就是进入一个数字时代的一个转变 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 那个转变就跟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 你要搬到美洲去 现在其实搬到一个virtual的一个space里面 虚拟世界 对啊 这个移民的过程 也肯定有很多不适应 所以你又在不同的地方 你不就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移民吗 不断的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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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发光的样子 真的很漂亮 我们能进去吗 不让人进了 我还以为我们在绕的可以进去 我们可以翻进去 偷偷的 又被抓起来 我们一起进去 可以啊 偷偷的进去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上热搜了 非常泛滥感 夜闯天坛 他演奏王已经入魔了 这是我的地方 现在有意思 现在有点像那个宫里面打着灯笼 恐慌的前夕 你害怕那些鬼故事吗 你会喜欢听吗 我很喜欢听 我很喜欢 可是我太理性了 我不迷信 它就是一个想象 就跟科幻一样 我其实觉得最可怕 其实是科幻的某一些 像现在都成真了 像那个人工智能 那个才是真正可怕 所以AI是真的ghost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有一些灰心 我的朋友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不用那么担心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个pandulum 所以你昨天你跟我说 对于年轻人 可是他们还是会找到 他们自己的方法 所以这个pandulum 还是会有办法画回来 对 而且人不就在这些struggle里面 找到自己的 自己是谁吗 你看之前我们乐观的 技术的变化 全球化 然后包括世界更为一体 这种趋势都消失了 都变成一个disillusion的 现在这种 他们就所有的美好的 部分那个dark side 开始出现了 因为我是一个作家出身 那当然你以前 对这些都批评 这些变幻各种 但你好像越来越变成了 你要找一个 个人的解决方案 时代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只能去找一个personal boat 可是因为我现在62了 然后我开始把我的 视线的边缘 就开始收一点 收一些了 因为我也很明显 很清楚就觉得 现在这个世界 也不是属于我的了 我该做的大部分 也都做了已经 然后那我觉得 我呢只能去旁观 以旁观者 看着 我跟人交往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不太 想要失望 或者是被伤害 是的 我的朋友都认为 我是一个比较灰暗的人 其实 所以你一直说我阳光 我觉得特别好笑 这些误解多美好 往那里面 好 那我还是像你这边吧 好 好像习惯了 好 但是你能够 保有那部分 你自己相信的价值 然后你创造那些事物 它就是保存那些地方 本身就很重要 一个是会 又不是单一价值观出现 可是旧的会慢慢慢慢的消失 那个 哇 这么漂亮 天外来客来了 他说是可以适合你 但我觉得他们会 以变形的方式 重新出现的 兴趣当年也是个创新 对 它会变 对 可是它变的样子 肯定不是我喜欢的那个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 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人的 正常 干嘛总让你喜欢呢 是吧 这些地方 没有打灯 好像可以拍电影 有感觉啊 这往走一下呗 遇事之前 我需要我那个 那个讨厌的大袍 我沉死了 最要命的是那个 是那个帽子 就是那个 前面还有那个 对对对 然后每拍一条 就要有一个 一个巨物得跑进来 用手 按住 别晃了 别动 别动 好 跑出去 然后就拍 突然门开了 哇 这感觉 要车开过来 这一阵 他们就像未来世界来过来的人 这么一个你说看起来这么好的一个人 那一天好像想犯小错误 想恶作剧 就他是一个全民的偶像 你看起来顺应时代 但他对时代很多东西充满了看法 就他的某一片就被分发给十亿人了 看起来得到了一个巨大数量的一个拥抱 那他内心那些东西可能始终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拥抱 而且出于十亿人对他这个关注 大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敬畏和远离吗 那这是什么一种感觉 你看你之前去美国之间是个小胖子 然后过了两三年回来之后 就要包装成一个偶像 是个idol了 这个转变也太抓马了吧 五年你还在抱怨 你为什么不认识我的内心呢 是 是的 然后后来可是真的大家对我的外形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我也同样觉得 你继续不认识你的内心 其实他们还是不认识我内心 跟以前一样 对 换一种方式 没错 没变 他们现在反而是变成是我的外表是一切了 我的内心根本也变成次要了 也没什么重要 也一样被忽略 对 一样被忽略 对 那个时候穷瑶是最火的 跟他也签了约 拍了一部 那个看了更恐怖 我在电影院几乎都是这样子 在看那个电影 我在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no 怎么那么没有力度 在荧幕上 我就果断的觉得 OK 你就别给自己丢脸了 还有那个时候 第一张专辑 流连唱片公司多厉害 他们一逮到一个 我就说 可是我没唱过 没关系 可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 没关系 我们给你弄 然后就给我配上了谭建长 最好的制作人 然后在录音棚里是苦了谭老师了 我教一个傻瓜唱歌 你知道就是个二寸母带啊 跑啊 你就一次不行 你就得再来一次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我第一年82年就出了三张专辑 催俗啊 对啊对啊 来不及准备 我是那种保守的 我想要都准备好了 我再迈出一步 可是我正要准备 他们就一推 就把我给推上 推到台上去了 这种怎么可能高兴呢 对不对 有没有一段时间 还是挺挣扎的 我就想逃开这个 其实是当时是八九年的巡演 结束以后 对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在大陆 也出了五张专辑了 我就觉得 好像我那个时候 以那个时代的体制 就好像可做的事情都做了 因为你任何人 你学习都会碰到一个墙的时候 去美国我就是要 如果我没有飞翔这两个字 我还行不行 我还有没有资格站在台上 对Browe最早是什么有兴趣的吗 也是跟很多人一样 音乐之声 太好 我找着看 我来听听 好久没听过 是这个吧 这个我都已经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对不对 就是那个 那些山丘 然后他就跑进来了 他一个人 一个修女 从那个修女院 神经病跑 跑在那山上 他那种压抑的感觉 他想摆脱 然后他爬 爬 跑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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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ank you Thank you America Oh baby Come to me Come to me The American Red The American Red The American Red 就像上班一样的 我卸了妆 从那门走出来 我就能够直接 跟我一起演的演员去吃饭 到旁边的餐厅就可以吃了 我可以去菜市场买菜 我可以随便的去看电影跟朋友 完全是一个nobody 你看梦露那个时候 他就选择了去纽约 去跟Lee Strasberg学 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有收获 可是不管怎么 他也得试 跟他好莱坞的那些片场 他就违约了一个人 很朴素的 在那个课程里面 就跟别的学生一堆 就在那儿学method 戏剧正统的学 他嫁给阿森米勒也是在学是吧 也是在学 他其实他连那个环节 他也都不会浪费 他不会去找一个健身房教练 对不起 他要的是一个 我要一个最高层知识分子 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傻瓜 漂亮的花瓶 因为他好莱坞就是 逮着他这个卖点 Sexual symbol 对 所以我从他身上 所学的东西 就是那些 你不能停留在 人家给你的那个定位上 虽然那个很受欢迎 那我就这个时候到美国去 孟禄是你这么大的一个inspiration 我没想到 是的 Lee Strasberg 说过他所有经过 他的actor studio的 所有演员里 最最大天赋的两个 就是马轮白烂度和孟禄 哇 这是很高的评价 很高的评价 其实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 所以他给我很多的启发